劫匪在吸毒时被杀害 唯一目击证人竟是鹦鹉 鸟成了破案关键 就在半年前 一个作案团伙到珠宝店抢劫 导致四死十二伤 他们把珠宝全都洗劫一空 女店员想偷偷报警 却被一号劫匪发现 女店员腰部撞到尖角 还被一号猛踢伤口 二号看不下去 连忙阻拦 结果暴露了窃听器 二号原来是警察卧底 团伙老大汪哥无视外面警察警告 直接把二号一枪打死 汪哥主动暴露相貌 与警察交锋 结果店里一个老人家被吓到 心脏病发晕了过去 汪哥眼疾手快丢了几个烟雾弹 劫匪们混入人质里成功脱身 如今这起凶杀案死者是在吸毒的时候 被凶手一刀割喉 所有珠宝也被凶手带走了 警方推断 凶手应该是汪哥 因为在此之前 一个外卖小哥路过案发现场 他听到求救声 开门一看 发现地上是一号尸体 求救声是旁边的鹦鹉发出的 正当他要报警 就被人打晕过去 打他的人正是汪哥 而汪哥行凶应该是因为不满分赃结果 对一号痛下杀手 团伙里其余两名劫匪 应该会和一号一样的下场 可唯一目击证人鹦鹉否认了凶手是汪哥 男警呆头正在一本正经地询问鹦鹉 呆头曾在案发现场斗鹦鹉 还不小心和尸体亲密接触 上司脸都黑了 说气话让呆头给目击证鸟做笔录 没想到呆头还认真了 对鹦鹉的回答深信不疑 如果汪哥不是凶手 谁还有作案动机呢 呆头开始进行调查 发现有嫌疑的不止汪哥 牛肉店老板抢劫案发时就在现场 他的母亲因为惊吓过度 心脏病发身亡 而珠宝店的保安也有作案动机 他和女店员是夫妻 当时一号将女店员撞到尖角 还不断踹伤口 导致下半身永久瘫痪 保安想去就却被制服 但汪哥目前仍然嫌疑最大 警方无法找到他 因为他找了个警方意想不到的地方 他在一栋老旧的楼里租了间房 包租婆有弱势症 看不清他长相 其他租客都是老家伙 没有人会注意到汪哥是劫匪 可汪哥并没有杀一号 他赶到现场时 一号已经死了 珠宝也不见了 他比任何人都想抓住凶手 于是他找到了呆头 呆头见识不妙想假装没看见 结果汪哥该配合呆头演出的 他眼视而不见 直接把呆头干趴在地 但他却没杀呆头 留下一句他不是凶手便转身离开了 接着汪哥找到其余的绑匪 确认了他们没有杀害一号的动机 看到三号的老婆快要生了 可是没钱 汪哥承诺一定会夺回珠宝 前脚刚离开 下一秒三号就被炸了 汪哥赶紧回去 发现三号当场死亡 呆头赶到现场时 发现汪哥正在救三号老婆 成功救下人后 汪哥再次溜了 呆头经过这件事 更加确定汪哥不是凶手 不然没理由去救人 于是他向上司反应 上司却指责他为什么不抓人 两人发生冲突 汪哥为了查出凶手 来到一间私人会所 男人一上来就狂身赴二代耳光 理由只是要看监控录像 汪哥人狠话不多 对方以为是警察赶紧认识 还积极配合汪哥调出了监控 汪哥从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可疑人物 咬定呆头的上司和爆炸案一定有关系 在这之前 汪哥悄悄潜入上司家里 意外在电脑上发现三号一家被偷拍的照片 得知上司派了线人偷偷跟踪三号 监控里的那个可疑人物就是上司的线人 呆头现在调查随身携带鹰鹉 能不能破案全靠他了 对此还找动物学家询问 从学家口中得知 鹰鹉确实有过成功破案的先例 呆头听完瞬间自信满满 立马带着鹰鹉去见案件嫌疑人 可让人头疼的是 鹰鹉嘴里只会喊天才或者白痴 而且见到嫌疑人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但就在遇到上司的时候 鹰鹉却突然一改常态 不停地喊救命 呆头察觉异常带着鹰鹉来到一旁 安抚好目击正鸟的情绪后 他重新开始向鹰鹉询问 如果凶手是汪哥 就喊白痴 如果是上司 就喊天才 汪哥只能说六 等到呆头数到三 鹰鹉回答天才 呆头瞬间冒了一身冷汗 难道真的是上司吗 他开始回忆当初那起抢劫案 安插在团伙里的卧底是上司的好兄弟 而兄弟死在了劫匪手里 如此看来 如果上司要为兄弟报仇 那确实具备作案动机 呆头考虑再三决定案中调查上司 他刚准备爬进上司家里 突然遇到了心怀不轨的劫匪四号 两人滚了下来 一番动静引起了上司警惕 见上司开门过来 呆头赶紧开始即兴表演 抓着四号 问他出现这里的目的 上司把四号按倒在地 四号无奈坦白是要去找汪哥会合 上司决定将计就计 押着四号一同前往 连同汪哥一起捉拿归案 上司拿着手枪冲进会合地点 汪哥根本不在屋里 反而是线人被绑在地上 而且被汪哥揍得眼冒惊心 上司发现 墙上贴满了汪哥收集的案件线索 而这些线索都指向了同一个人 就是上司自己 上司见状不妙准备撤离 汪哥此时闪亮登场 和上司开始正面交锋 两人互相枪击 结果上司中枪 四号赶紧趁乱逃跑 这时呆头持枪而入 拦下了汪哥 汪哥一口咬定上司就是幕后黑手 不然可以问线人 其实呆头也是这样的猜想 两人不谋而合 呆头迟一片刻 一不留神就被汪哥快速夺走手枪 呆头愣在原地 这次局势反转 汪哥放了呆头一马 开船离开现场 一头雾水的呆头返回现场后 发现刚才活蹦乱跳的 四号和得救的线人 都领盒犯了 现场除了上司别无他人 这证实了他的猜想 上司真的是凶手 他这是杀人灭口 可呆头没有任何证据 哪能搬到位高权重的上司 呆头看到监控照片 发现汪哥说的都是真的 他必须想办法解决案件 可事情居然发生反转 就在两天后 上司死了 尸体躺在野外河边 而枪也丢了 呆头被质疑成帮凶 警局上下都咬死汪哥 就是整个案件凶手 呆头和他多次接触 每次都把他放走了 呆头只能如实相告 上司才是最符合 整个案件的凶手 好家伙 这下把全体人员惹毛了 呆头被停职 但是他依旧在调查案件 直到这天 老板居然搬了新家 看到上门拜访的呆头 顿时神色慌张 还想关门谢客 呆头随即一脚把门顶住 做死的警察 被嫌疑人打晕在地 接着还被刺了一刀 就在刚才 呆头上门拜访老板 关门谢客 这不是摆明了心里有鬼 屋里堆满了炸药材料 虽然呆头没有掌握证据 但是他会即兴表演 问老板买那么多清新剂 药厨的味道很大吗 老板更加心虚了 接着呆头步步紧逼 老板一直催他离开 呆头无视了老板 蹲在一边快速摘掉手串 假装在老板家里 捡到上司手串 老板彻底慌了 呆头继续推理 说老板炸了三号 接着把上司给杀了 老板发现自己暴露 直接拿刀砍向呆头 呆头措手不及 和老板扭打起来 不慎被打晕在地 还被刺了一刀 呆头赶紧挣脱 将老板推倒在地 不料老板装晕 突然偷袭他 又被老板砍了两刀 千军一发之际 搭档赶来击毙了老板 呆头才没领到盒饭 之后住院时 警方已经在老板家里 找到了所有案件证据 目前已经确定了 真凶就是老板 上司没有嫌疑 可事情真的就是这样了吗 出院的呆头来学家这接鹦鹉 通过学家得知 鹦鹉曾经吞了一颗蓝宝石 现在已经取出来了 呆头发现蓝宝石 和女店员的戒指是情侣款 他意识到凶手不止一个 再次找到了女店员 他拿出蓝宝石开始推理 杀死一号的凶手是女店员老公 也就是保安 并且把珠宝偷走了 没注意戒指上的蓝宝石掉了 鹦鹉在保安走后把宝石吞了 而鹦鹉有次反常喊救命的原因 他并不是看见了上司 而是保安 女店员慌了想要离开 呆头拦住了他 接着推理 所有嫌疑人都是凶手 包括上司 他们有着自己的仇恨 组成了复仇者同盟 接着利用上司的职务便利 联手完成连环命案 上司发现事情超出掌控范围 老板的炸药火力太猛 炸死了无辜路人 而且保安也不止杀人 还偷走所有的珠宝 这不是上司追求的正义 找他们对质 就在放松警惕时 遭到老板和保安袭击 他们已经和劫匪没有区别 同样只追求利益草菅人命 保安找黑市买家处理珠宝 来到野外的坟地里交易 等来的不是买家而是汪哥 原来在此之前 汪哥买通了消息 一直假扮黑市买家 等保安自己上钩 两人开始厮杀起来 汪哥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此时出现幻觉不慎中枪 接着幻觉越来越严重 和保安互相射击 保安脖子不慎重 但倒地死亡 而汪哥也受了重伤 此时呆头赶来现场 想活捉汪哥归案 汪哥拒绝投降 抱着死的决心 假装反抗 被呆头一枪击中倒在地上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 终于帮兄弟报仇了 一直失眠的 他现在可以睡个好觉了